教育部前突然发生冲突事件 仔细一听大声咆哮的两人 是儿子跟爸爸 旁人来帮忙支开 只是两个人情绪越来越高涨 儿子推了爸爸一把 妈妈上拳劝阻 但一时间还是无法冷静 你们两个都养肩不要痛 眼前这名男子周静华 是抗癌小诗人周大关的父亲 周静华在儿子过世之后 为儿子创立基金会 从此为儿童奔走 周大关的弟弟 同样也随着父亲四处行善 而这回弟弟周天关 为了反客纲独自走往教育部 之后他在脸书上po文 说参与反客纲 是他最光荣的时刻 不容许任何人破坏 就算是家人也一样 我已经和政府革命 不介意在家里再来一次 反正已经动手打爸爸了 但事发后周天关 却没有在现身教育部外传 他已经遭到父母禁足 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陪他 跟他聊天 帮他祷告 他没有要出门 周妈妈曾经没有禁足 是儿子累了 不想出门 虽然撤回克纲 是孩子努力的目标 但父母担心儿子的心也是一刻 从未停滞 记得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